既然來到寵物殯儀這裡 為什麼要和優柔說一些關於小資料上的問題 才是一些寵物的靈異事件 其實這麼多朋友把寵物的骨灰放在這裡 我們都覺得OK的 好過放在家裡 因為很多時候聽到電話帶來講靈異事件 因為把骨灰放在家裡 很容易令寵物回到他們的家 不想走 是否應該放在你們的地方會好一點呢 其實我做這個寵堂之前 我都請教過一些法師和老前輩 我說其實我們應該要放在另外的地方 我都希望能夠預發正知正見告訴客人 不要覺得只是賺錢 其實我本人我也介意的 因為我們做的陰氣這麼重 其實我本人每一個月都找師傅和我念經 清清清 洗遞我的一部分不能呼臨 是 而我每一個月都找師傅是密宗的 他什麼叫觀音超渡法 而你見到我公司也有些很苦的 是的 你也看不到 其實我自己一段時間是病的 我的認識也不是那麼好 後來有些人說你不要亂做這些事 你收藏一些不知他的耐力是什麼 你放在那裡有些全部負能量 你受不了 那時候我就害怕 那時候我就問前輩你不要亂搞這些事 後來我就問法師幫我洗滴了 那我現在就覺得賺了動物的錢 將它轉介給一些師傅起廟 以及供養師傅做福做德 一些迴香 都好的 那我做了之後 那現在你看到我的樣子 都不會黑黑媽媽 嘩好美女 對呀 不會好像很邪氣 那當然如法你要念經 我自己本人都天天念經 是 而其實呢 我現在開始燒醫 為什麼會燒醫呢 其實我的客人他見到東西 其實我們有很多客人都見到東西 還有我們有兩位同事都有感受 或者聽到一些聲音 聽到一些 是怎樣的呢 有一個就說 因為我們每天都要燒醫 那說起為什麼要燒醫 就是因為我的客人他就見到東西 就跟我說 阿邑小姐 我很多事 我建議你不如燒些金銀衣紙 這樣 我就說 哎呀不好意思 我是佛教徒 我不燒醫的 那她說 那算了 那邑小姐 我當我沒有說過了 我多事了 我說不是不是 我說 不如你解釋給我聽 為什麼我要做這個動作 他在哪裡看到東西 我公司 喔他在這裡看到東西 是的 他說因為 觀世恩菩薩釋加茅尼佛 當然是不要你的金銀衣紙 但是這裡有很多牛頭馬面鬼差 你要給他們 我這裡也有嗎 他說有 我見不到 我就說 我現在又不是要你燒一百幾十 你每天都是給二十多元做金銀衣紙 燒些稽錢 如果你覺得 我說這些話 你難做的 你不相信 那你不要做 如果不難做的 你為什麼不去做呢 那我覺得 又是 二十多元 每一天燒少少 那身 心安理得而已 對 那我就遇上做了 他在這裡看到一些陰差大神 沒錯 這樣 我們其實都 很多客人都有見過這些東西 所以我更加覺得 明白到 人頭三尺真的有神明 但他們反而不是看到 寵物的靈魂在這裡 都有 怎樣 有些是感覺不到他們的實相 是說 為什麼我一個人在這裡 看到一隻腳 好像有些動物的尾巴掃他們 很真實的感覺 那 轉頭又沒有東西 於是這三次都是這樣 還有三次擺靈魂那些 很多經常是遇到事 譬如說 我曾經有個客人 我很記得的 因為我這個場是幾天 你看到很多佛教 對 味道很濃烈的 為什麼會有個客人 骨灰頂上有個十字架 那我就說 那我就說 這麼有趣的 你是 我是天主教 我說 我這裡很小的 天主教 在這裡 好像一個人是基督教 那隻狗走 不讓我燒 其實呢 因為我出了事 出了什麼事 就是因為我這隻狗的骨灰 拿回家之後 我的兒子 不知什麼因人 病了 然後我們去醫院 和他驗身 醫生就很緊張 說 你這隻 不是狗 是人 他說 我要你的兒子 要很認真去驗一次 他很害怕 還有父母 醫生你可否告訴我 究竟什麼事呢 我懷疑你的兒子 生癌症 很害怕 幾歲 我問過他 十幾歲 十幾歲 然後 我就很害怕 他說 不如我們懷疑 不要那麼恐懼 你驗多一次新鮮 然後兒子 可能 年輕的兒子 很害怕 或者想逃避 都不肯驗 他的媽媽就說 你乖 你突然聽媽媽說 為什麼你不肯驗 又不痛不醒 不肯驗 然後後來 我八卦 或者怎樣 我跟朋友分享 朋友就說 陳太 零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沒有 這麼巧 骨灰 回家之後就出了事 不要理了 又你沒有理 骨灰 放在其他地方 於是人家轉轉解解 但是叫我過來你葵 我又不知道你是什麼公司 然後上來擺 我就說 哎呀沒事的 可能這麼巧 我就送他走 我說 希望真的 那隻狗給我一個意識 是想找一個好人家 擺一個好地方 給他陰窄他 不要搞我的兒子 我說 我想也是的 你不要那麼操心 我想會沒事的 我送他走 跟他說 一個禮拜後 那客人又上來 那時候我就問他 我記得他問他 他說 哎呀陳太你好嗎 你那個 兒子怎樣 他就說 哎呀 我特地上來 多謝這隻狗 多謝這隻狗驗解 我兒子 明天就去驗身 那天擺陽靈位之後 我就跟他說 他第二天就跟我說 驗身和不痛的 不痛的 睡一晚就可以了 那他真的驗身 他明天就驗身了 就肯驗了 突然間驗了 那我特地過來 跟兒子說 他的狗叫兒子 跟他說 叫他保佑哥哥身體健康 不要搞哥哥了 那我呢 就不好意思 八卦 就要打問他 喂 究竟現在是不是真的 又沒事了 沒事了 那我就聽了同事說 他有再來過 但是就很寬容 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事 好 那應該都沒事的 我相信 因為他如果肯上來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都是沒事 只會上來 繼續去 多謝這隻狗 我覺得是 第一次就是希望去保佑 第二次就是 我想是 感謝 所以這個個案 就證明有時候 家人就算很愛自己的寵物 都不應該把自己寵物的骨灰放在家裡 就是人鬼殊逃 對大家都很好 這位媽媽我都覺得 其實真的不好 就算你很少說 你一個很小的動物也好 我也不建議是這樣 安葬一下家裡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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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